人似乎从很小的时候就盼着长大 长大后做什么工作 爱什么样的人 怎么离开这个世界 我小的时候 看着三十多岁的妈妈就在想 我要过多少年 才能长到她的这个岁数啊 总觉着长大很遥远 衰老遥不可及 可长着长着 才骤然发现 大把的时光已被甩在身后 不等我想明白 我就老了 原来大人的世界 远比儿时遥想的 要残酷很多 喜欢的事 来不及去做 想念的人 永远没有时间见面 遗憾与不甘 在心里堆成了山 却只能视而不见 为了碎银几两 继续低头 与生活周旋 很多时候 我们总想 做完一切该做的事 再去享受生活 可事实是 你永远 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 总会被各种琐事缠身 或是人生 早已羡慕 其实 时光从来不等人 既然阻挡不住 时间的脚步 倒不如在偏老的路上 尽量让自己 去实现愿望 过想要的生活 到了我现在 这个五十多岁的年龄 什么又是我想要的生活呢 今天是2023年的8月28号 这也是我的第二个视频 如果您看到了我的节目 谢谢您的收看 今天就守着一盏茶 想聊聊这段时间的一些纠结 1996年 我从德国的大学毕业后 就移民来到了加拿大 在多伦多 已经工作了26年 但是这一两年呢 我国内的女同学和闺蜜 她们都在55岁的年龄段 相继退休 加拿大的退休年龄呢 却是65岁 所以她们就一再劝我早退 趁着还不是那么老 早点轻松下来 当然心里也是 觉得有些不平吧 人家在国内 这么早就可以退休了 我们却在国外 还要比别人多干十年 其实我也觉着55岁到65岁这十年 应该是人生中最后那一道亮丽的晚霞了 再往后呢 身体和精力就只能是走下坡路 所以我又何必把人生最后的美好 然后每天再这么继续的 朝九晚五的奉献给公司呢 我是在21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 到德国去留学 在国外住了三十多年 在国外住的时间比在中国还要长很多 遗憾的是在国内的时候呢 我去过的地方不是太多 但是我又特别喜欢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所以现在吧 我就萌生了一些想法 特别想回国去一些历史名城 租房子小住 重新去领略和感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弥补一下我在这方面的欠缺 我不是那种特别喜欢跟着旅游团 走马观花的那种旅游方式 我更喜欢旅居的这种方式 我呢就给自己列了一个表 把我最喜欢去小住的城市呢 写了下来 比如西安 开封 杭州 江南的古镇 丽江 当然去实现这些梦想 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提前退休的想法固然美好 但是一旦提前退了 收入这块肯定就是没有了 生活的开支就会变成只有出没有进 和大多数的工薪阶层一样 我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储蓄呢 分为几大块 一部分呢就是注册退休储蓄金 英语叫RSP 一部分呢就是买我自己本公司的股票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银行的一些个人存款 包括TFSA 也叫做免费储蓄账号 如果省着点用 还是可以顶到65岁再去领加拿大的退休金 CPP Canadian Pension Plan 加拿大的退休金其实是可以提前领的 并不需要等到65岁 但是提前领的话金额就会减少 不太合算 如果将来我真的一旦提前退休了 我会和大家一步步分享 我是先领取哪部分的钱来用 从税务的角度来看 用哪部分的钱更合算 我觉得钱的这个东西吧 多的话多用 而少的话少用 钱多有钱多的活法 钱少也有钱少的活法 我本人呢就不是那种追求奢华生活的人 不追求豪宅 不追求名车 当然像我这种工薪阶层 也没有这种条件 平平淡淡的生活 我觉得就很好 加拿大现在很多公司都在裁人 被裁的员工呢 是可以领到一些遣散费 英语叫做package 对于我这种想提前退休的人来说 如果能被裁掉 并且能领到一部分公司给的遣散费 那当然是最好的 我在下集的视频里 会向大家介绍一些加拿大的大企业 给员工的遣散费是多少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视频 介绍我的生活 分享我的故事 其实无论是提前退休 还是继续工作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不要放弃自己内心的梦想 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只要有向往 我们的生活才不会感到乏味 有梦就会有追求 就会有一个丰富充实的未来 我在这里也祝大家 有一个多彩的人生 不变的狂想 是我说大的翅膀 带着我飞向远方 瘦弱的臂膀 空空的星囊 满载着我的梦想 流浪流浪迷失方向 远离我的故乡 飞向飞向越过迷惘 飞向金色天堂 飞向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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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hot 飞向越南